《灵牙之旅》我看了两遍 相比《灾难三部》曲的前两部 《你的名字天气之子》 它并不是最好看的 但班志帽认为它是最合适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去看 刚刚好 以下内容有一些些轻微的剧透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电影 并不会影响你的观影体验 但可能会影响你到底会不会去看 如果你已经看过电影了 希望班志帽的文字可以跟你产生共鸣 假如有不同的意见 也欢迎畅所欲言 剧情部分就不展开了 以下是《灵牙之旅》官方企划书中 提到的三条故事主轴 想了解的话可以暂停下来看哦 与《灾难三部》曲的前两部不同 《灵牙之旅》设定在一个 相对确切的时间线上 并且可以在我们的现实中找到参照 就是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 李氏9.0级 共死亡15900人 失踪2523人 311事件也是新海城道演 决定创作《灾难三部曲》的直接动音 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 日本311事件大体是陌生的 甚至说灾难这两个字 与我们许多人来说都是相对遥远的 但在度过三年疫情之后 可能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开始有了 共同的灾难创伤 有人失去了事业 有人失去了朋友 有人失去了亲人 有人失去了家园 有人失去了生命 哪怕再幸运的人也失去了时间 此时的我们非常需要一部 《灵牙之旅》 灵牙之旅里的重要元素是灾难 废墟 椅子 网门 灾难和废墟是写实的部分 椅子和网门则是奇幻的部分 但他们都在述说着同一种表达 劫后余生该如何度过 电影中灵牙的奇幻冒险 所经过的城市并不是随机的 分别是九州四国爱园县 神户 东京 严守县 灵牙的老家 这条路线分别对应着2016年4月14日 九州雄本大地震 2014年3月14日伊宇滩地震 1995年1月17日板神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 以及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 灵牙家老宅所在的严守县 也是灾难迫害的中心地带 地震过后又被巨大的海啸摧残 所有人的事业 朋友 亲人 家园 生命 时间 一瞬间变得破碎不堪 灵牙之旅便是在一点点捡起这些碎片 并设法再一次拼凑到一起 电影中灵牙和母亲的妹妹怀疑 两个女人相依为命在一起 这样的家庭对普通人来说也许并不常见 但是对经历过灾难的地方可能便是常态 唐山 泵船 玉树以及所有经历过劫难的地方 破碎可能就是常态 灾难对局外人来说只是一则新闻 但对受难者来说却是自己的人生 那些因为灾难被过重组的家庭 相信也会存在电影里 灵牙和环衣之间的摩擦和碰撞的 因为照顾侄女40岁依旧单身 到头来却被侄女认为爱得过于沉重了 毕竟那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 是被强加给自己的人生 无论灵牙还是环衣都是如此 可即便有着这样的情非得已 仍然能够互相依偎着走下去 才是把破碎变成完整的神奇魔法呀 两人争吵过后 怀疑辛苦地踩着废弃的自行车 载着玲牙去追逐她的所爱 她说让玲牙离开自己的生活 的确也是心中所想 但是那也并非自己心里所想的全部 灾难可以夺走我们完整的人生 但是无法夺走我们追求完整的心 奇幻故事里 男主角草泰受到诅咒 灵魂被注入到一把儿童椅子当中 而这把椅子又缺了一条腿 这不也是灾后人们生活的写照吗 刚开始变成椅子的草泰连站都站不起来 亮亮呛呛了好久 才能用三条腿走起路来 后来她说自己已经慢慢适应了椅子的身体 并且在危险的路上闪转腾挪 追上了大臣猫咪 灾难让人变得支离破碎 就像是缺了一条腿的凳子 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影里头点滴的厉害睡姿 来躺平余生 我们也可以适应不完整的身体 跃动出新的人生旅程 母亲把四条腿完整的椅子 送给小玲牙当作生日礼物 未来的玲牙则把三条腿的椅子 送给小玲牙当作礼物 告诉小玲牙 不要担心 也不要害怕未来 你今后会有自己喜欢的人 也会遇到很多喜欢你的人 你可能觉得现在一片黑暗 但清晨很快会到来 这把椅子也许不能够算是生日礼物 但甚至生日礼物 它是母亲对自己的爱 是与草胎的美好回忆 也是自己选择再次出发的决心 再来说废墟 电影里的废墟竟然是我的第一个泪点 废墟里有网门 带来灾难的隐恶会从网门来到人间 所以必须将网门关闭 关闭网门的技巧就是闭上眼睛 想想曾经这里的景色 这里生活的人 还有他们的情感 他们的声音 这样做的时候 曾经这片土地的记忆 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声音会荡在耳畔 第一次在九州的温泉中心发声 我跟主人公林牙一样来不及反应 第二次在爱园的中学发声 我却流下了眼泪 小说中是这样描写林牙看到或听到的 被大山包围的学校闪耀在阳光下的操场 玄关两侧和我所在的高中一样 更有一排专供喝水的水龙头 应该有很多学生穿着运动服在这里喝水吧 早晨上学时 大家互相问候着早上好 一阵阵的早上好想起 应该很热闹吧 考试时无精打采 谈老师的八卦 打算向喜欢的人表白 不同年级的学生 穿着不同颜色的运动服 白色的水手服 反射着早晨的阳光 缩到膝盖上的深蓝色裙子 一直躺到第二颗钮扣的衬衫 还有偷偷染了颜色的头发 电影里学校的样子 也许与我们的不同 那么我们曾经学校的样子 你还记得吗 其实当你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 当一个地方已经不在你心里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废墟了 但是这里曾经拥有过的美好 即便经历了天灾人祸 即便已经不再被人惦记 也并不会被磨灭 他们曾经存在过 就永远存在过 人在去世的时候 有入联和葬礼 为了怀念曾经的美好 为了证明彼此的羁绊 那如果是一个地方呢 辛亥陈导演说 奔走日本各地的时候 还有回乡下老家的时候 每次都会发现 以前热闹非凡的地方 如今颇白荒凉 感觉这种情况 正越来越常见 每次看到这样的地方 都会产生一个疑问 开始施工的时候 人们会举行地震计之类的祈祷 但是这些地方走向死亡之后 为什么人们什么都不做呢 人死会有葬礼 但是土地和城市死去 却没有 所以辛亥陈就用自己的方式 电影来传递出这样的情愿 于是也有了灵压之旅中的闭门师 草太 每次草太在闭门之前 都会念出咒语 惶恐呼尊名 日不见之神 古之祖先禅土神 欲刺山河长久远 诚惶诚恐 恭敬万分 予以奉还 意思是阐述对 日不见之神和禅土神的敬意 感谢他们赐予人类宝贵的土地 并且以最诚挚的心将之归还 日不见之神代表着无形的自然力量 而禅土神在日本神话中 就是守护土地的神 闭门师就是怀着对土地的敬意 和对过去的缅怀 以当地人们的幸福回忆作为感激 来祈求神明 能继续赐予人们更多的时间来保佑此地 所以闭门师本质上 并不是什么出摸道士 草太曾说 在没有人烟的地方 在人心消失的寄疗之地 网门有时会开启 上面提到了出现网门的地方 都是现实中 日本曾经发生过 七级以上大规模地震的源头 网门它的一面是现实 一面是常识 所谓的常识相对于我们存活的现实 是这个世界的背面 隐恶的居住 也是死者去的地方 PS 有人对灵牙之旅的世界观设定感兴趣吗 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公屏上打想看来催根哦 灵牙曾多次从网门中看到常识 并被常识中所看到的所吸引 想要进入常识 即便在知道了常识是属于逝者的真相以后 依旧想要进入常识 因为她所爱的人在那里 母亲 还有草胎 在病房中 灵牙对草胎的爷爷说过 没有草胎的世界 我很害怕 是的 如果我们所谓的现实里 已经没有了我们的所爱 那和常识又有什么两样的 所以网门总在人心寂寥之地的废墟里打开 试想大灾难席卷过后 这里有多少人将失去自己的所爱 这里有多少人还会眷恋满目疮痍的现实 这里有多少人会想要与逝去的亲人 在尝试相见 所以网门在这里打开 所以才需要闭门师将门关闭 抛开网门的设定 门本身就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隐喻 门的一边是过去 另一边是将来 打开门是主动迎接明天 关上门则是像昨天告别 电影的开始和结尾都出现了 灵牙的开门和关门 不是网门 而是自己家里普通的门 门的钥匙一直在她自己的手里 电影出现很多的台词就是 我出门了 我出发了 这句话 说来简单 也不简单 电影的最后一幕 灵牙与草胎在同一个坡道处相遇 灵牙说 欢迎回来 所谓灾难 就是说出我出发了之后 再也无法说出 欢迎回来的时刻 我们恐惧灾难以至于无法再次出发 甚至想要寻找可以跟失去的所爱 相见的网门 而电影则通过灵牙的视角告诉我们 破碎不堪的人生 也可以有除此之外的选择 新海城的灾难三部曲 你的名字 主人公逆转灾难 天气之子 主人公与灾难共存 灵牙之旅 主人公走过灾难 重新出发 我并不觉得灵牙之旅 比前两部更好 但却更加合适 前两部的结局 离我们太过遥远 在这个时间点上 在三年的疫情之后 灵牙之旅 可能是我们最需要的 大一三年 我们的生活也变得七零八落 破碎成为了新的常态 失去再次出发的动力 选择躺平的人 大有人在 不能说躺平就是错误的决定吧 只是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 自己还有选择出发的权利 新海城选择在灾难三部曲的第三部 用现实的时间线 相信他自己也已经做好了 从灾难走出来的准备 相信下一个三年之约 也将看到另一个不一样的新海城 从富豪之子 到游戏少年 到漫画奇才 到电影鬼才 他可以画画 可以配音 可以编剧 可以导演 新海城人畜无害的表情里 却总是蕴藏着 重新出发的力量 明天的新海城 令人期待 当然 一个准备好要再次出发的自己 同样令人期待 好了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灵牙之旅的幕后故事 世界观设定 小说剧情补充等资讯 请给班志某点个赞 评论区里来催根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